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Session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关于 在GovernedX机讯上 怎么用Google Ray和Q 来管理这个RayDrop 和Google Ray相关的一些 workload 然后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Inna来自于Dowplot 然后目前主要是在做GovernedX平台 然后方向的话就是AI这一块的方向 同时我也在GovernedX上游社 去做一些贡献的前世 是GovernedXX机讯的Vatina 同时也是这个项目Q的服务 然后平时我还比较喜欢运动 然后对 大家好 我是胡渊哲 我是来自自业跳动火山引擎的赶紧工程师 我们团队 P式计算团队主要是会做 字节 战略外Ray CoreRay的一些生态的建设 OK 那今天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演讲 今天的演讲我会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Ray这个框架 它是如何被AI的研究者们所青睐的 第二部分是在字节跳动 我们是如何使用QA去托管Ray的相关应用 第三部分是如何使用QA去托管Ray教 去做一些调度相关的一些能力 最后是QA 第一部分 我们介绍一下Ray 他对于AI的研究者来说 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 首先什么是Ray Ray 他是UC Berkeley的RAI实验室 所谓的同学所提出的一个 通用的一个分布式框架 它可以提供一些简单的API 可以将你的Python代码 你的一些AI的代码 甚至是Java C++ 可以快速的变成一个分布式程序 它本身可以分为两层 一个是Ray库层 它提供了一些Low Level的一些计算语法 比方说Remote Function,Remote Class 它的上个还有Ray Air这一层 Ray Air这一层它主要是提供一些AI相关的一些Library 它可以将用户的一些训练推理的一些代码 简单的分布式化 并放在Ray集上可以去跑 Ray它自己有一个商业化公司叫InnScale 就在上周也刚刚举行了2023年的Ray Summit 在公开资料显示 Ray现在它是已经有OpenAI Google,亚马逊 包括国内的蚂蚁,字节等等 很多大厂都在使用Ray Ray它InnScale自己也来做一些 相关的商业化的一些工作 它的Ray Pro现在已经有27000个STAR 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Ray 首先我们看一下右图 它是一个Ray集群的架构 可以看到它分Head Node和Walk Node 这个Node它是个虚拟的概念 如果在KVS这个环境当中它就是个POD Head Node它是一个瑞集群的中心化的一个概念 它其中会有GCS GCS主要是存储一些瑞集群的一些Metadata 而每个Node它本身还有存在于Raylet的一个概念 这个Raylet它主要是做一些 这个Node本地的一些调度的一些逻辑 它除此之外它还有ObjectStore ObjectStore它会去相当于分布式存储 它在远程调用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中心结果 它会放在ObjectStore当中 大家看到这个Raycluster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它比较复杂 当然我们今天不会去过多去深究其中的一些架构 我们看一下左边这张图这个代码 那么这是一个Pattern代码 它可以将表达Square这个方形 比方说下面这个Counter这个class 直接通过Ray.remote这个语法旁包起来 之后它的这些方形和class 它相当于都会放到一个远程的节点去运行 这样就可以简单的实现了分布式的一个效果 然后最后呢 这个结果它是会存在ObjectStore当中的 通过Ray.get 它会可以逆步的把这个结果 Get当分别 那么其实除了Rayclad之外 它在上台提供Rayl这一层 它就是一个专门给训练这方面 它是一个专门去做的一些酷 我简单介绍一下 比方说Raydata 它主要是提供一些数据读写 流失处理 suffle等的能力 它在去如果你要去做一些理线推理 预处理的一些成品上 它具有一些比方说Ego调度 多不同程度算子的一些优势 Return和Reserve的话 它可以将比方说你的Chargebox Python这些代码 可以通过它这套库 可以分非常简单的改写成的 在Ray的分布式 环境下去使用的一个训练代码 最后还有Reserve Reserve它是专门给在线应用者做的一个框架 它可以比方说你可以用它去做一些复杂的模型部署 还有一些灵活的一些模型编排等 那么Ray它你可以发现 如果你是传统这种AI的一些workloads的话 你想到Ray处理可能能想到Spot 你想到训练可能能想到Touch的DDP MPI的这些逻辑 你想到去做service模型部署 你可能能想到我要去在KBAS上起一些deployments 那么这一些其实Ray它是给你很大的这种想象力和自由度 你可以将整个一个AI判断 通过这些库放在同一个Ray的框架的场 甚至是一串在网上的东西域执行 那么Ray它所提供的这种非常灵活的这种变形感的调整感受 以及它的Ego调度的能力 我觉得主要现在大家在AI的从业者喜欢去用Ray的一个原因 OK 所以第二部分我会去介绍在自己跳动 我们是如何使用CubeRay去托改Ray的相关应用的 首先我想去表明一下 如果我们在用物理机或者是不用CubeRay的场景 我们要是搭建Ray集群它会存在一些什么问题的 从这个图当中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我要去起个锐集群 那么我首先我在Head节点我要去restart刚刚Head起个POD 然后所有的Worker节点它需要去指明说我的Head节点是哪一个 我要知道Head节点的IP和POD 然后它之间就会连接成一个锐集群 那这个有一些什么问题呢 因为你可以发现它之间它通过这个IPPOD的连接 这样的话你比方说你要去增山节点 你要去做节点恢复 这种你在物理机场也就很麻烦 其次的话 比方说我要去做作业提交 那么大家用Ray都知道它用Ray叫Farmit 它是个脚本形式 它也需要讲一干口 那么这种你在上生产环境的时候 它就会显得有些不太方便 那么稳定 其次的话 其次的话 在K8S这个环境 大家可以想到的一些metrics 报警 还有HBA VPA 这些东西 它都是你在非云延生环境所不具有的 那么所以 这只是为什么对于Ray开源社区 它需要提出酷位这样一个框架 那么酷位它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operator的一个设计 它在operator的设计基础上它提出了三个CRD 第一个CRD是Ray Cluster Ray Cluster 它主要是负责做集群的一些创建 outscaling以及一些容错的能力 第二个的Ray Job 它主要是会去帮忙去做Ray的提交 并且它会去帮助你去创建一个Ray Job专属的一个集群 去做这个集群的一些生命周期的管理 Ray Service 它是专门给Ray Service 这个酷取所做的一个云人生化部署的一个方案 大家可以看到Ray Cluster 这个Controller它更专注于说 我如何把这个集群建出来 以及如何去保证这个集群的一个稳定性 那么Ray Job和Ray Service 它其实可以理解为一个是更偏离线 Ray Job它更偏离线 Ray Service它更偏一个在线的一个应用 当然它Cubeway还提供了一些 其他的一些API Server 一些Client 去做一些CRUD的 去操作这些CRD的一些操作 这样的话它方便在上层去集成一些上层平台 下面我会简单介绍一下这三个CRD的一些内部一些细节 首先是Ray Cluster 如果说如果大家用了Ray知道 Ray它自己有一些ACT的重启 Task了重视的一些机制 它其实能让你的代码变成一个高可用的一个程序 那么其实Cubeway它通过Ray Cluster的CRD 它就会真正地把Ray变成一个高可用的一个集群 真正高可用的一个应用 那么可以看到Ray Cluster它做了一些什么东西 首先它支持了一些POD的一些恢复和热更新 它是基于你当前所apply的这个yaml 它会去决定我到底要去增结点还是删结点 还有我要去更新哪些POD的镜像 那么它的head节点和awork节点 当然在KBus环境肯定是拿service去做连接了 那么service的连接它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可以做head节点的高可用 我们可以将GCS当中一些meta信息放到外部存储上 那么在那个head节点它重启的时候 它可以做到无感知的一个恢复 除此之外的话Ray的一个autoscale这个能力 也可以通过那个reclass的CRD去做一个实践 Ray自己的autoscale它是在感知到 比方说集群内部某些节点的空域 它会去修改class的CRD上的内容 那么operator它在监听到这个变化之后 它会去选择说我到底需要去删除哪些work node 或者说当前的集群它的资源非常紧缺 我是不是需要去call一些 当然除此之外的话 比方说metrics还有一些status的这些透出 都是reclass所可以去 加利所可以给予的 第二的话是rejob rejob的话它主要是增加了一些去 在生产环境去将作业进行提交的一些能力 它可以首先它会去等待 比方说上层的这个P式调录器是否ready 然后在ready之后它可以去创建这个rejob的一个半生集群 创建半生集群之后它会去做一些作业提交 以及状态的一些更新 最后去删除这个集群 那么在自己的跳动其实我们还对rejob这个CRD做了一些优化 比方说它的一个状态机的一些转移 以及做了一些比方说是等待节点数 还有一些timeout超时的一些功能 reservice的话刚才也提到它是专门给reserve去做的一个云年生方案 它可以将这个CRD上面的一些配置直接部署到那个锐体群上 除了之外它其实还做了一个panning class跟active class之间的一个无感的一些迁移 比方说用户它去更新这个yaml的一些serve page的时候 它可以去创建一个panning class 然后等panning class的这个serve处好之后 它还会做一个service的一个切换 OK 所以后面介绍这些之后 我会介绍一下在字节的一些真实的一些应用场景 那么在字节跳动 我们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生态给用户去使用re 首先我们在字节跳动所有的re集群都是拿酷味去做管理的 我们在平台层我们还给了用户很多不同的使用姿势 首先用户可以去创建一个乘入集群 还可以在乘入集群上通过notebook 或者说其他一些方式去在这个乘入集群上去做一些调试和运行 其次的话它做完调料之后它可以把自己的作业通过平台直接做一个提交 这个提交之后它就是通过酷味的single job去直接做一个rejob CRD提交到酷味这里 除了之外还有就是包括一些hater server matrix 还有一些报警的一些能力都是有的 我们现在承接业务化大体是有图计算 离线推理 大模型相关 还有并行计算 包括离线 在线的应用都有 并且我们在2B测验再尝试一些新的一些方向 这张图是想介绍一下我们在内场的一个具体的应用场景 就是这个场景是说这个业务它希望我用尽可能多地去用一些低优的spot资源 但是同时我又希望说我在用这个低优的spot资源的时候 用户它是大部分用户是感知不到这个集群的 这些kibad集群上面一些抖动的 那么对此我们的解法是说我们首先在多个kibad集群 各自创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值 使用低优的一个瑞集群 那么我们在operator这一层 我首先做了一些优化 我们会去动态去调整每个operator的一个规模 我们去看每天可能比较规律一个水位 并且去看autoscaler所给出的一个每个节点信息 然后去每天动态调整这个集群的规模 然后能做到说尽量少的 让kibad那边主动去驱逐这边瑞集群的一些pod 那么在用户的脚本侧我们还做了两层的一个调度 首先用户脚本它会去基于每个大集群的一个水位 去判断说我需要把自己的作业提要到哪个集群上 然后第二层我们在瑞这一步 我们自己还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排队功能 每个作业它在进入瑞集群之后不会立马运行 它会首先去通过瑞的placement group 去做一个刚调度的一个请求 当这个作业它所需要的GPU跟CPU资源 它真正ready的时候 才会去真正把这个作业提要到这个集群当中 这样就实现了刚才所说的 大部分用户其实他在用spot资源的时候 他依然不感觉到这个资源的一些抖动 那么用户他在使用完这些资源去做调试之后 他可以将自己的作业通过single job的形式 提要到平台上 那么它最后会转化为CubeRate的一个rejob 我们每天有非常大规模的rejob 在我们整个KBAS集群当中去运行 这些rejob它在运行完运行的过程中 它会将其中的一些events 它dump到远程存储上 这里我们也是仿造了spark HT server的一些设计思路 它的这些events 它可以通过rayUI 我们支持 经过一些优化之后 它可以原生进行重放 就算这个rejob已经结束了 集群已经销毁了 用户依然可以去层中看到一些act 日志matrix的一些信息 它基于这些信息 它可以去再去做提交 或者是去做debug 都是可以的 OK 所以后面我还会去介绍一下两个 在字节跳动的两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是图计算的一个场景 然后这个场景的话是 这个场景是 我们会使用 会将act 使用recall 将图计算的operator做一个改造 改造完之后 每个act是由ray去起的 每个图算是由ray去起的 它们之间是使用mpr进通信 那么上ray之后的优势是说 它可以做一些failover的一些能力 比如说你在一个worker被挂掉之后 它可以直接通过本地的一些存储 和一些rank的信息去做恢复 第二个case的话 是在大规模离线推理这个场景 这里所使用ray data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考虑是 它相比spark 它是更有一些灵活编程的一些优势吧 然后它并且它在做一些 比方说你既有数据处理 又有推理的话 那你可以去将这些逻辑放在不同的act上 你可以做一些流水线并行和模型并行 这是只有在ray上面才可以去做的 这两个场景我们也是在anyscale的官网 有发表过相关文章 然后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也在ray的调路上做了很多工作 也存在很多问题 那么下面有请inna去介绍一下q的一些工作 感谢原则带来这个字节 丰富的这种生产的一些实践 那其实刚才在这个原则讲的过程中 大家会发现其实在字节内部 他们对ray job也有一些管理上的一些问题 那总结来说主要是三个点 其实这是所有的p处理作为都有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资源是有限的 那比如说对于一个标准的k8s集训来说 它现在最多是5000个节点 那另外现在AI这么火 GPU卡供不应求 那GPU资源也是非常有限的 那怎么样去更好的做一个资源的划分 然后提高资源的整个利用率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是关于这个job的优先级 那我们知道比如说一些在离线的混布的场景下 在线作业它肯定是需要优先别处理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需要有一个 基于作业优先级这样一个管理的能力 然后第三块是关于这个job的饥饿的问题 那有时候我们在集训中会运行一些高优的一些长作业 然后它会把集训资源全部都吃死 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些短作业可能远远都没法运行 那我们就希望能够提供一种机制来保证 让所有的作业都有公平调度的机会 那这是一个三个比较通用的问题 那开源的解法是什么呢 Kubernetes上游的解法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推出了一个项目叫Q 然后让Q来管理解决这个问题 那Q其实它不只是单单的针对redjob去做这个适配 它其实对所有的job都有这个能力 那今天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在它怎么去帮助redjob来做一个管理 然后首先的话可能其实Q的话是去年就开源的 然后但是在国内宣发的机会不是很多 然后这一次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做这么大的规模下做一个宣发 然后首先它是在Kubernetes上游发起的这样一个项目 它提供很多能力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对作业的一个管理能力 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陆列策略 像fight for best effort 然后还有基于优先级的这样一个抢占 那第二个是关于它一个多租户的这样一个能力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一些企业架构比较复杂的企业内部 这个多租户其实是不能满足的 那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层级对列管理的能力 那目前的话Q还不支持 但是它已经在设计中了 应该很快也会就是开发完成 然后第三块是关于这个资源的这个配额管理 那同时除了管理这个整个资源的配额 我们还提供了这个资源之间这种fair sharing的一些能力 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个资源的可替代性 这个怎么理解呢 就是很多的作业它可能比如说用GPU它跑的会更快一点 然后跑的比如说更快一点是吧 但是当GPU资源不足的时候 那我们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换到CPU来运行呢 其实也是可以的它只不过更慢一点 那所以Q提供了这样一种资源的这种降级的一个策略 来实现这样一个能力 然后最后一个是关于这个两阶段准路的一个能力 就是什么叫两阶段准路呢 第一阶段就是Q本身会对这个job的它能否运行 它能否被调度做一层管理 那同时我们知道比如说像有些企业 它们可能会用一些公有云 那公有云的话它可能就是它是有这个配额上限的 就比如说我这个月只能用多少钱来用公有云的资源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 Q就会提供了一个这个接口 就当你的这个Budget达到预算之后 你可以中断这一次的这个job运行 然后就是做到一个预算的这样一个 就是不超我们的预算吧 这样一个能力吧 那同时的话比如说像节点伸缩这一块 那当你的节点在伸缩的时候 那我们不希望这个job再运行 而是等节点资源全部都释放出来之后 我们的job再继续运行 那Q也提供了这样一个能力 然后下面的话是关于就是Q整个设计的一个原则 那我们其实知道在现在的Cubernetes 现在的开源社区里面 其实除了Q以外 有很多的调度器 它其实本身也集成了一些Q应的能力 然后但是Q作为在这个Cubernetes上 有发起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希望Q它不要去重复造轮子 所以我们的就是说希望和其他组件 去各自做自己的事情 但是它们需要实现一个无缝的集成 所以这是Q一整个设计的原则 然后下面的话是Q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吧 我们可以从下往上看 那最下面的话是一些节点 然后在节点之上我们有一层抽象 叫Resource Flavor 那它其实是对所有节点一层抽象 所以在Q的系统里面 我们是不关心节点的 我们只关心Resource Flavor 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 最左边那个Resource Flavor 它通过NodeLabel的方式和对应的一些节点 做了一些这个绑定 然后再往上层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叫Class Queue 那Class Queue的话就是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资源池的概念 那Class Queue里面可以定义说 你这个集群里面 你这个Q里面有多少个CPU 有多少个Memory 有多少个GPU 用它来做一个资源的这个扩擦管理 然后Class Queue里面有很多的Local Queue 那然后不同的Local Queue 可以再共享整个Class Queue里面的一些资源 然后再往左边的话 我们说是叫Workload 那Workload其实是对所有Drop的一个抽象 那把它们串起来的话 大概就是说首先用户提交一个Drop 然后这个Drop的话会被Q抽象成一个Workload 这个Workload会提交到对应的Local Queue里面去 然后Local Queue之间它会共享整个Class Queue的一个资源 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流程 那同时除了Class Queue可以做一个资源的共享之外 然后不同的Class Queue通过 同属于一个Cohort 我们叫Cohort 那不同的Class Queue之间也可以做一个资源的一个共享 所以在Queue里面有两层的这个资源共享的能力 然后这是一整个 这是整个的一个Queue的一个架构 然后下面的话我们看一下整个Queue的这个API 然后因为时间关系就只讲简单的两个 第一个叫Class Queue 那Class Queue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在最左边通过这个Flable子端来管理了整个集群的资源 比如说我们这边定义的CPU 然后这个Nominal Quota代表的是它这个Class Queue里面至少有多少个CPU 然后这个Borning Limit代表它可以就是借用多少个CPU 所以总的来说 对于这个Flable它可以拥有60核的CPU 它可以拥有192G的内存 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定义这个集群的一个资源池 然后第二个API是对用户来说的 那其实对用户来说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定义 比如说你在跑一个Job 然后你只要定义你的Label是指向这个Class Queue 指向这个Local Queue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作业提交到这个Queue的系统里面去 Queue就会接管整个这个Job 那它在Kubernetes的环境上它怎么运行呢 那我们把它分成了两块 第一块是叫Queue的能力 第二块叫Schedule的能力 那所以顺时针的方向 首先就是管理员可能会去创建Queue相关的一些API对象 比如说Lessource Flable,Class Queue和Local Queue 这样它就可以搭建起一个Queue的系统 然后普通用户的话就可以通过提交Job 然后通过指定这个Label的名称 让Queue来接管这个Job 第三阶段就是 第三阶段就是说Queue会去接管这个Job的这个调度 它会去检测整个集群的Quota是否满足需求 如果满足需求的话就会放行这个Job 然后 当然这里面逻辑很多 我这边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所以当Job被就是准入成功之后 它就会走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我们的调度流程 就是首先它会创建对应的Pod 然后Scheduling去监听对应的Pod的时候 它会去调度这个Pod 然后当集群发现Pod pending组 集群资源不够的时候 它就会去调用Auto Scalar去伸缩 就是一个大致的一个流程 然后因为 因为时间关系 本来是有一个这个live demo的就是演示Queue 它怎么样去这个 我看一下 应该 应该来得及吧 那我就简单 好 那我就简单demo一下 好 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集群的话是有一个CubeRate 它是用的是0.6.0的 然后Q的话是man分支的版本 然后Rate的话用的是2.5.0的版本 然后在集群里面我创建了两个优先级 一个叫高优 一个叫低优 这个是为了演示这个基于优先级的抢战 然后的话我是在本地起的一个集群 叫Keyner集群 然后一个master 两个worker 然后两个worker的话分别是4和16G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在这个集群里面 我已经创建了两个 能看见吗 看不见是吧 好 因为自己调查了后面那个间距它又有点小 所以不太好不好意思 所以现在我这个集群里面有 有两个class queue 后面叫class queue1和class queue2的 然后它们分别是4和16G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创建了两个local queue 它们分别指向对应的class queue 我们可以通过名字就可以把它区分出来 然后这边的话是整个集群workload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边是ray job的一个状态 现在我没有提交任何的作业 所以它都是空的 然后这个时候 假设我要提交一个作业 假设我提交一个qe的ray job 然后它是一个lowpool holiday的 然后它提交到class queue1 因为它是三和三G的 所以它肯定是可以运行成功的 我们看一下 好 我提交完之后立马 这个workload就已经被准录成功了 所谓的准录成功就是说 q已经放心了 这个job可以运行 然后这边的话它应该已经在创建pod了 可以看到pod在创建 好 pod创建成功了 我们这边状态会发生一些更新 它会从pending变成running状态 好 这是 然后第二块就是我现在 假设我又新加一个ray job进去 这个ray job可能又是一个三和三G的 也是提交到class queue 然后加起来就是六和六G 它已经超过了这个集群的四和十六G的 这样一个上限 那它会发生什么呢 那它就会发生一个抢占 因为这两个job是不同的优先级的 然后我们发现提交这个高优的这个 ray job之后它就会立马 原先这个低优的ray job 就会被抢占掉 它就会失败 然后它会被中断住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高优的ray job 然后我们已经在运行中了 对这个terminating比较慢 这其实演示的就是一个 在同样一个class queue里面 当集群资源不够的时候 高优的作业会去抢占掉低优的作业 我们发现它已经在running状态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 那我现在有两个class queue 我现在你只用class queue 那class queue里面四和十六G的资源浪费掉了 那怎么办呢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 让它们属于同样一个cohort 然后让它们实现一个资源的共享 所以我现在只要把这个class queue 就是class queue也加入到这个cohort里面就可以了 我apply一下 好 发现它们是属于同样一个cohort 然后就会发现另外一个 之前被stop住的这个DU的ray job 已经被转入成功了 它已经在就是在起pod了 好 我们稍微等一等 让它状态变更 好 它已经运行成功了 然后这个时候又会有人问说 那我这个class queue 本来属于另外一个组织的 那是吧 那我现在 我要这个资源本身属于我的 现在被你借用了 那现在我想要用我的资源怎么办呢 它其实 它其实只要提交自己的 它其实只要提交自己的资源 它就会把被其他的class queue 占用的资源也抢占掉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哪怕你是一个DU的 DU优先级的这个作业 你也会把别人的作业给抢占掉 我们发现现在就是说 我提交给Q2的这个作业 它一提交成功之后 就会把原来这个 侵占它的Q1的这个 DU的ray job就抢占掉了 它就开始运行了 那当这个job运行完之后 集群资源又回收了 所以原来这个DU的ray job又会被重新拉起来 就是实现这样一种资源的 这种fair sharing的能力 然后提高提出你的资源利用率 我们可以稍微等一等 它应该 当然就是Q本身它能力就是 还是有很多的 我这边可能就只是演示 关于它资源抢占这一块的能力 我们可以让它已经在running了 它应该会运行几秒 它就结束了 它运行结束 我们就发现这个原来被抢占的 这个ray job load 它又开始被ademy成功了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demo 小的一个demo 然后后面很快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 我们刚才有说的ray job 它只是Q集成的一部分 那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集成中的一些job 然后这个图展示的就是 绿色的就代表已经集成成功的 然后灰色的代表是正在运行中的 那比如说对上游空文件例子来说 我们继承了这个 它本身的这个job 另外的话它也集成job set job set是我们在上游发起的另外一个项目 它就是 就是因为现在的很多job 比如说MPI job Pytosh job 然后TensorFlow job 它每个job的这个API都不一样 所以它有每个 它每个都有一个operator 来去做这个调写 那我们就把这个 它们抽象成了一种API对象 以后的话 就可以用一个API 来管理所有的这个大数据的 不是AI相关的一些job 那后面我们也会对 是POD的支持 那ray的生态的话就是支持了ray job 然后Cubeflow生态的话 基本上大部分的job都已经支持了 这也非常感谢Cubeflow社区 对Cube的一个支持 另外如果你自己想实现自己的这个 你想自己把自己的job 集成到Cube这个系统里面来 也是很简单的 那其实就是说你只要实现这样一套job framework 就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很快的快速的创建一个 呃 你的自己的一个一个系统 好 差不多就是这么多内容 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进行提问 应该时间不是很多了是吧 对 不是应该可以提问一次 哦行 那就提问一次 哦 你好 我有两个关于那个CubeQ的问题 就是Q的问题 一个是 呃 这边是否提供那个burst的能力 就比如说 你现在资源可能不够 但是我来了一堆任务 我想让你 呃 帮我缓冲一下 然后等有资源的时候再调度 嗯 这个就是它最最基础的能力 就是Q运的能力 就是肯定是支持的 哦 就是呃 像刚才那种你不是提交了第二个任务 然后他就没有admit 那 这种是 他只是 他已经录入了 但是他不会暂时调度是吧 呃 不是 就是 如果你有一大 很多job需要去运行 如果你集群资源够的 那我就会 就是让你全部都运行起来 如果你集群资源不够 那我就会进行一个排队 让高优的 比如说让高优的优先跑 或者说你可以严格执行 他的这个 这个 就是创建顺序 这些都是可以的 就是看你怎么去配置 OK 呃 第二个问题是那个 像刚才 如果他一个任务被抢占之后 他就stop了 然后等有资源的时候 他就重新拉起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 呃 我们其实就需要用户的任务 就具有密等性是吗 就是 他 他执行到一段时间 然后被终止了 下一次又能重新拉起 可能 一部分的状态已经 已经执行过了 嗯 就是 呃 我 在我看来 因为 Kubernetes的POD本身 基本上都是一种密点的 一种概念 因为POD可以被重视嘛 所以说 你提交的最好也是这样子的 但是 一些 一些就是 比较好的时间就是说 你需要自己去实现一个 checkpoint 这种能力 就当你 就是运行到一半 你被终止之后 你通过checkpoint 把它的一些 比如说 如果你在模型训练是吧 一些权重参数保存下来 然后等你下次拉起的时候 你从过 你从 你从上次这个状态里面 恢复 恢复过来 就这样一个 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时间 你自己去感知他这个任务到哪里了 对对 当然你至于具体怎么做 其实 完全看你自己的实现 就是Q其实是不管这一层的 就是 把它把实现的细节 留给了用户 他只是说 做了一层这种框架层面的一些支持 不好意思 就是 因为时间关系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继续交流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